近日有一對男女在台中海線的OLED 摩天輪車廂裡面 竟然直接上演活春宮 網路上就在瘋傳的性愛影片 大約有三分多鐘 那引發了社會的議論 尤其因為只有三分多鐘 所以這個男生就遭到網友嘲笑 是不是快槍俠啊 不過對此泌尿科診所的醫生 蘇幸好他就列出了四點分析 他就說因為在這樣的環境下 男生可能會緊張等等 所以其實男生這樣的表現 已經是及格了 不算是快槍俠 蘇幸好醫生入前在臉書列出了四點分析 職人男主角其實不算是快槍俠 他表示 以此人挑戰刺激的行為來說 有三分鐘才射精已經算是及格了喔 四點的原因如下 第一摩天輪一拳12分鐘 剛上去跟下來的時候 可能無法做遮擋還有拖衣等動作 扣一扣時間剩下更少了 第二點野外露出屬於緊張環境 在有壓力下要持續興奮 並且完成性交 全程是不容易的 第三前戲也很重要 不論是口交 或者是女性陰道濕潤 方便等等都是需要時間 第四此人是踩老汉推車體位 射精三分鐘已經達標 根據研究亞洲男性從加入到射精 有75%大約是3至4分鐘 好這樣讓我們轉換焦點一起看到的是 台中檢警的去年底破獲了一個詐欺的組織 他們效法柬埔寨的租宰模式 以高興利誘被害人 再將他們誘騙到據點囚禁 不但加以淩月 甚至還逼迫難難性行為 而台中地檢主呢 在今年四月的時候 依法起訴詐團的成員 台中地檢主呢 將近日呢 將七人分別判刑一年十個月 至十年十個月 全案任可上訴 本案有四名被害人 四人遭到電擊器 砍刀等凶器 脅迫壓制 再用手銬 腳樓限制行動 若遇到反抗 則加以毆打淋虐 犯嫌還以木棍插入被害人的肛門 或者是強逼 難難互相口交 鋼交 甚至錄影上傳至群組內嘲笑 若有不從 就皮鞭抽打 或電擊器電擊 手段極為變態 惡劣 而檢警 借獲被害人家屬報案 去年十二月 將四名被害人全數救出 檢方查清該詐團的水防 總共經手詐騙三千兩百萬元 法官斟酌 張南判處十年十個月徒刑 其餘各判了一年十個月 到十年八個月不等的徒刑 全案仍可上訴 而至於詐團的首腦 走難 涉案部分 有待檢警令案調查當中 接著呢 帶大家來關心到的是 基隆地檢 以及海巡署 宣布破獲 運毒集團 日前他們在國道 藍茶一輛貨車 是查扣了八百五十八公斤的毒品 K他命 那檢警破案之後 也公布二十名幹員 在國道上 核彈石槍 還有藍車 圍捕的畫面 過程是相當的驚險 檢警接獲 線報之後 以黃新男子 為首的 運毒集團 今年五六月間 以漁船走私的方式 從柬埔寨 運毒入台 檢方指揮海巡署 真防分署 基隆查器隊 還有新北市警局等單位 搜證控制了多個月 鎖定了可疑的 運毒貨車 終於在今年七月二十四號 凌晨 在國道一號 與台六十二線 大華交流道附近 攔截毒車 二十多名幹員 是全副武裝 將頂著光頭的司機拖下車 並且在五秒內壓制 過程是十分的驚險 光頭司機嚇到說 我不會反抗 這個情節 就像在拍電影一樣 好 接著呢 帶大家來看到的是 彰化的三名公員 昨天傳出隨機砍人案 有一名三十歲的男子 突然持刀 砍傷了三名的女遊客 之後還在現場 揮刀自殘 警方到場之後呢 是立刻將男子壓制 並且強制送醫 幸好現場的三名女遊客 沒有生命危險 彰化縣園林三名公員 十四號中午 傳出隨機砍人案 經警方初步調查 一名年約三十歲的男子 突然持刀砍傷 三名女性遊客 隨後還在現場 揮刀自殘 警方抵達現場後 立即將男子壓制 並強制送醫 所幸現場 三名女傷者均受輕傷 沒有生命危險 據瞭解 坎仁男子也非本地人 至於男子行凶動機 和雙方關係為何 還有待進一步釐清 一名非常漂亮的選美小姐 叫做李芷儀 她過去曾經是名警察 那現在和台中警局合作 來宣導防詐騙 只要到她的IG上留言 按讚的話 就有機會可以抽到 超可愛的限量版刑警兔兔 小姐小姐 我們在網路上聊過天喔 而且聊得很開心喔 我沒有喜歡挑戰警 但如果你今天出完 我們宣導一件 就以缺貨的台中警察局 而李芷儀自己所養的 比利時狼犬 弱弱也同時入境 帥氣程度 直逼警犬們 而現在到李芷儀IG專頁 獲得是 豐原分局粉專 按讚留言的話 並且Tag一位好友 告訴她 掃心詐騙 就有機會可以抽到限量版 超卡哇伊的 刑警兔兔 好 現在讓我們看到 另外一位美女喔 就是被封為最美食犧牲的 孟宇童 那她之前是任職 在中國大陸 格力電器霸氣女董 董明珠的底下 那近日呢 這名女董就直接標罵 她這個已經離職的 網紅女秘書 孟宇童 因為她說呢 孟宇童 她既然她自己是當秘書 但是她竟然連一個公文 她都寫不出來 只想藉由格力的平台 來當作網紅 所以最後就把她給開除了 董明珠13日 在格力電器 2023屆大學生 入職儀式中提到 當時在實習生節目當中 是看中了孟宇童的情分 才選來她做秘書 希望對方能有所成長 結果沒有想到當一個秘書 連一個公文都寫不出來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秘書 而借助我們平台成為一個網紅 已經在公司起了不好的作用 所以我把她給開除出去了 董明珠說 大家都覺得孟宇童 讓格力品牌 有很多所謂的粉絲 但是那有什麼用呢 不過是今天掙的錢多一點而已 我覺得這跟形式走肉 沒有什麼差別 有錢又怎麼樣 錢不一定要 但不是我們夢想的追求 而是我們奮鬥的結果 到最後一干 故事 吃 谢谢大家